王采华人气帮斯帕 单身逃者跑来领CD 呀 这不是采华技帕 是他 昨天晚间 他在市民大道旁的居酒屋开帕 实践者诶 探得及与与与与与与 今天行情不好 行情还不错啊 王采华行情是挺好的 优翰很多艺人都有死交啊 去年就发现他跟蓝振龙相熟啊 那这一局到底揪到了谁来呢 达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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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错就是爱鲤鱼找自己的逃者 只有他啥都不遮 领个不易快哉 但不易怪哉 同行呢还有和屈中恒 走过婚姻危机的Vicky 也有和李浅良相敬如宾的小振 这些已婚夫人的聚会是怎么跟姻缘聚会 会让好称单身的音乐才子陶折坠捲入其中啊 只是我们搭吃饭聊聊聚句而已啊 发心 我们这些人 04 事实上陶哲曾和李静良诊所内的美容师周静传过绯闻 诶 若跟小珍走得近也不意外了 所求证小珍他表示也是第一次见到陶哲 所谓的干姐从国外回来并不是周静 而陶哲去年底也传汗小他16岁的小摩简宝山 密婚起天后肃离家 所以他能加入彩华姐人气帮的聚会 他也并获得彩华姐最欣喜第一 也不是很意外的事了 如果有要真的要结婚的话 我一定会请你们大家都来 就是我自己先偷偷先结完婚了之后再请你们来 苹果原来希望 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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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不用客气了 不到